各位股东你们好啊 我们今天是减肥挑战No.1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就测量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很爽 比如说脖子 过去 要死要死 哇 哇 我 我脖子有60多 我凉错了吧 61 我们就两个迷迷的对吧 139 哇 148 这真的不小肥要死 大腿啊 82 小腿肚子应该是最没有变化的 小腿肚子已经是练得特别好 还是两下 52 小腿肚子 它是一个好的车啊 现在啊 4点25分 一句以后我们都以这个4点5点的时候来来称 今天是9月7号 9月7号 啊 9月7号 我们记录下来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一个星期一根 就每 我们就每个星期一 就每个星期一吧 好不好 每个星期一 进行更新 然后不断的优化 嗯 我会把我这一个星期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 干了什么 今天中睡觉 全部记录下来 我第一个星期肯定会很糟糕 会很糟糕 就是可能也没有收多少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我们不断的优化 一直 优化到 收到这张照片的样子为止 我们每个星期都拍一张这样的照片 我想到了一个点子啊 各位小伙伴 我们刚刚去 今天晚上回来 你看头发都 都 都 开湿了 然后等下去洗澡 就是 嗯 这一期视频的 点赞量 就是我们 我们去 吃这家店的部署 就是说我们 随机的 去坐地铁 然后 朝着东南西北 随机的方向去走 你们的点赞数 这是我们的部数 或者说是一个公里数吧 我们取一个比较 比较科学的值 嗯 然后你们的投币数 就是我们 花多少钱去吃 嗯 然后 就是看你们投多少啊 就是 我们进行一个 比较合理的转换 嗯 然后我们就去 这样子进行探店 别人你们总说 我们 去的一些店家 都是我家附近的 或者是我工作附近的 或者是 怎么样 就没有那种随机性 很多一些店 嗯 其实五花还有很多地方 我都没有去过 而且 也有 不同的故事吧 所以呢 点赞的量 就是距离 然后投币的量 就是我们吃的费用 嗯 收藏 我还没有想好啊 你们有 你们有很好的点 这个出给我 反正总之 我们的目的就是 能够堵出 我更快的收下来 然后呢 我们把节目做的 随机心一点 随机心一点 然后去看看不同的 呃 形形色色的人生 不同的店家 啊 然后这是 我们 呃 正儿八经 开始 减肥 记录的 第一天 我们的各项数值 都已经 告 告知 各位股东了 好吧 嗯 就看 这个 就是24小时 24小时的数据 然后 我们就按照这个数据来 期待我们下期